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宗在弥撒讲道中 省思了教会的传教使命 指出白冷城那简单的一幕 概述了教会的生活 因为上主光荣的光源 就在那里吸引每个人 引领各民族在和平的道路上行走 当天的马斗福音 叙述贤士们 在异心的引领下来到白冷城 他们一见到婴孩一苏 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便极其高兴欢喜 随伏伏朝拜了他 教宗解释说 这些贤士 代表世界各地的人 在天主的家中受到接纳 在耶稣面前 不再有种族 语言及文化上的区分 整个人类 在那婴孩身上合而为一 谈到教会的使命 教宗指出 教会被基督的光照亮 教会不可幻想自己发光 绝不可 基督才是闪耀的真光 教会唯有在基督内生根 让他照亮自己 他才能照亮每个人 和每个民族的生命 有多少人在等待着我们的传教工作 因为他们需要基督 需要认识天父的面容 我们正是 借着基督的光 才能走出自我封闭 言行一致地 回应我们的圣照 如说 兄弟 supp 他突然知道 夹其 reflect 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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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振震来